欢迎各位同学来到颠覆经济学的尝试 金融危机这个单元 金融危机又被称为金融风暴 它大概指的是一个国家或者是几个国家 或者是地区 它全部或者是大部分的金融指标 例如短期利率 货币资产 证券 房地产 土地的价格 商业破产数 以及金融机构倒闭的数量 急剧的发生变化 所导致的一个现象 金融危机呢 大致上可以分成货币危机 债务危机 跟银行危机这些种类 但是近几年来发生的金融危机 基本上都是这些种类的混合 所导致的一个金融危机的现象 而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呢 其实就在于它的虚拟经济 脱离现实实体的经济 过度膨胀的结果 所导致的一个现象 2008年美国刺激房贷的问题 演变到后来 甚至变成了全球一年一次的金融危机 背负着高额债务的美国人呢 这些大型证券如雷曼兄弟 在2008年的同一年9月宣告破产 这种使得欧美的金融市场 在这一波的冲击之下 就陷入了一片的混乱 金融紧缩的状况 骗及了全世界 投资跟消费都相习的踩刹车 使得整个金融市场 几乎要面临瓦解 全世界都笼罩在一片 不景气的阴影之下 那到底为什么金融风暴颠覆了我们传统经济学的常识呢 因为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 美国其实是全世界经济运行的中心 全世界的经济现象呢 其实都随着美国的变化而跟着发生变化 因此只要提到美国 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的时候 通常会这样比喻 美国只要哈啾一下 全世界就跟着感冒了 这个意思是指说 当美国的经济一旦陷入低迷 跟美国有关的世界各国 它的经济恶化的情况就会更加的严重 但2008年的金融风暴之后呢 欧盟跟新兴国家的崛起 颠覆了美国是世界经济中心的这一个现象 着重实施生产的欧洲国家 和持有庞大丰富的天然资源 这些新兴国家的崛起 取代美国成为新的经济中心 这种现象首建于2008年 美国引爆金融风暴之后 美国的金融风暴 其实揭露了衍生性金融商品的骗数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骗数是什么呢 因为许多人他在投资 或者是炒作的对象 基本上是以证券 或者是选择权 这种只有票面价值的纸张 而不是真正实际有生产的产品 那这种情况呢 使得经济看起来似乎相当的活络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实质的生产 其实经济并没有真正的起飞 在经济繁荣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经济景气 金融繁荣 一旦发生的天灾人祸 或者是股票失衡 选择权扩度扩张 导致亏空的情况下 就导致金融破产的现象不断的发生 这种金融骗数 从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 就大量的打击世界 对美国金融重心的信心 所以这就顺势了颠覆 美国是世界经济重心的一个尝试 现在欧盟里面的欧洲国家 它的GDP 也就是我们第一单元提到的 国内生产毛额 基本上总额已经超过了美国了 新兴国家的实力 也持续的不断的在增加当中 尤其是金砖四国里面的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的开发更是亮眼 这些国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 对于道路或者是港湾 等等的基础工程建设 都已经发展得相当的充分 而为了要提高这些国家的生产力 这些国家也正积极 从事各种企业的投资 从上面的种种条件来看 不少的专家学者就认为 美国的经济基本上已经是呈现衰退 那这个现象会使得欧盟以及新兴国家 重新来撑起世界经济 这当然也就是我们这个单元的主题 颠覆了传统 美国是世界经济重心的这个尝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